左边是日本的M大师,右边的话是中国的小孩 加油 他们两个打的是抢势比赛 现在日本人拿到了自己9分赛点 9分啊 现在是三个赛点局 小孩这里是7分 这个币如果说日本赢了 那么就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 爱丽丝也没有被 也没有干过人家的爱丽丝吗 好的,确认一个小龙龙带他大招 还有机会吗 还有机会吗 下逼 哎呀 没跟上去 你想得对方防住 好 小孩继续 卧槽 这个圣龙 他以为对方要跳压他 要前冲他 这个广州好胜龙害的小孩 欢迎大家回家 那么M大师对战小孩的比赛 现在是2021年6月11号凌晨的2点17分了 咱们正在熬夜给大家做一个直播啊 现在是顺影 四颗气 先升 拿下对方的先锋了 后面还有两个人 也是中间跟他一模一样 都是选择了顺影 这家伙实在是太好 太好用了 设定的比较的全面 比较强面 欢迎啥也不是二哥回家 二哥还没睡觉呢 这把顺影终于是要支撑起来小孩 小孩用自己的战斗力证明 我的顺影不是纵分的 好吧 这是一个巧合 这是个意外 布克巴尔老头呢 你说那个叫做奥斯瓦尔的牌术 呃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毛控啊 都是意外啊 都是意外 哎呀 终于看到小孩用招牌的巴尘了啊 哎呀小孩了啊 这把如果说M大师赢了小孩就彻底输了赢的话拿800输的话只有200 小孩 小孩这武器巴尘 我告诉你 M大师怕不怕 我 打不死打不死 小孩还有机会 百亨 好吧 我能说 这是一个意外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